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沈罪忽然接到一封书信 写信的女人名叫曾庆云 她写这封信给沈罪是为了给她死去的丈夫申冤 曾庆云的丈夫名叫张敬福 是当年杀害杨虎城的主犯之一 1949年,沈罪被解放军抓捕之后 为了将公辙罪交代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就包括张敬福的罪行 正因为沈罪的揭发,所以没多久 张敬福也被解放军抓捕归案 张敬福本人承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杨虎城的行动 因此,人民法院判处了他死刑 这本是一件毫无争议的事情 沈罪确信自己没有冤枉张敬福 因为杀害杨虎城这件事情 沈罪虽然没有经受 可是他作为军统的特务头子 自然知道不少内幕 张敬福当年绝对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指使 参与了此次事件 再加上有张敬福自己的供认 更不用说 当年张敬福跑到重庆领赏的时候 沈罪是亲眼见证的 这样多的证据加起来 曾庆云又有什么立场 为死去的张敬福喊冤呢 可曾庆云却说 张敬福只不过是一个从犯 当年的事情有诸多的误会 张敬福死去这34年 曾庆云一直满心痛苦 希望能够解释清楚当年发生的一切 可是他的丈夫当年又实实在在当过特务 所以曾庆云不敢开口 直到80年代 沈罪出版了一本名为《军统内幕》的书 在书中 沈罪洋洋洒洒写到了不少当年的旧事 也包括张敬福杀害杨虎成一事 这本书出版之后 卖得很火爆 曾庆云也看到了书中的内容 这一下子勾起了曾庆云的伤心事 眼看随着书籍的传播 自己丈夫的罪名又被翻来覆去的谈起 曾庆云无法忍受 于是 他鼓起勇气给沈罪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目前 中央正在大批平反冤假错案 为此 我特郑重地向你申明一个事实 这就是我的丈夫张敬福 没有参与杀害杨虎成将军 而且 我丈夫在云南起义时 还遵照你署名的 卢汉将军起义通电首令 到昆明市军馆会做了登记 可是 你在你写的 《军统内幕》等书中 指明我丈夫是杀害杨虎成将军的主要凶手 我认为这很不负责 这封来信 让沈罪辗转难免 难道 当年的事情真的有误会 出于谨慎 沈罪给云南政府方面写了信 希望他们能够调查一下当年的事情 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的负责人孙川 接下了这个案子 孙川很快联系到了曾庆云 要查清张静甫是不是被冤枉的 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曾庆云所提到的两个关键证据 第一就是杨虎成被害时 张静甫的所在地 第二是张静甫当年在起义时 是否有过投证的行为 可调查这些事情说来简单 其实根本就无人证明 仅仅凭借曾庆云的一面之词 根本没有办法断案 而且 目前孙川能够查到的资料 对于张静甫都是很不利的证据 从重庆以及云南的一些档案馆之中 孙川发现 在1948年的时候 蒋介石曾经秘密召见过毛仁凤 要求毛仁凤想办法杀害杨虎成 蒋介石知道 全国解放近在眼前 他不希望自己昔日的敌人杨虎成得到解救 所以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 不过 此时杨虎成被关押在贵阳麒麟洞 如果毛仁凤想要悄无声息地解决掉杨虎成一家 那最好的办法 是将杨虎成带到重庆动手 如果强行将杨虎成带离重庆的话 那一定会引起杨虎成的警觉 同时 解放军也有可能收到消息 提前组织营救 这样的话 毛仁凤就没有办法向蒋介石交差了 所以 他决定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把杨虎成又骗到重庆来 不过 这些年来 杨虎成一直饱受国民党的虐待 他又怎么可能相信毛仁凤的话呢 这时候 就轮到了张静甫出马 张静甫的身份非常特殊 一方面他是军统特务 可另一方面 他又是杨虎成身边的军医 因为他陪伴的杨虎成一家很长时间 所以 杨虎成对他是比较信任的 毛仁凤就要求张静甫出面 张静甫便想了几个理由 把杨虎成哄骗到了重庆 并最终导致杨虎成一家被特务参人杀害 这件事情 审罪便是最大的证人 如果不是张静甫出马的话 杨虎成是万万不可能放下戒心的 所以 张静甫必然就是参与杀害杨虎成的主犯 在看到这些资料之后 孙川的心中很是纠结 既然已经确认了这些证据 那么 这件案子还有必要查下去吗 但思考了多日之后 孙川是决定继续深入调查 这不仅仅是为了还给张静甫一个清白 同时 也是希望杨虎成将军能够瞑目 孙川之所以认为这件案子还有调查的空间 是因为他发现了另一个证据 那就是 当年云南起义的投诚人员之中 的确出现了张静甫的签名 杀害杨虎成 这是一个大罪过 如果张静甫真的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 那他绝对没有胆量投诚 所以 或许真如曾庆云所说的 张静甫虽参与了这件事情 却并非主谋 可是张静甫已经被处决了 谁又能知道他当年到底做了什么 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实在没有头绪的孙川决定远赴北京 去请教沈罪 沈罪则则给孙川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在沈罪的回忆之中 他是1949年9月30日 在昆明接到了毛仁凤的电报 电报中提到 杨虎成被秘密处决 同时 负责看守杨虎成的特务队也就地解散 毛仁凤之所以给沈罪发这封电报 是因为哪支就地解散的特务队 随后被编入了沈罪的名下 毛仁凤还特地提到 接下来 这几个特务要到重庆去临上 让沈罪小心安排 参与看守的特务众多 所以沈罪并没有见到特务队的全部成员 他所见到的特务代表就是张敬福 所以沈罪才认为 张敬福肯定是主谋 否则 为什么每次重大事件都是他来出面呢 沈罪是这样认为的 可办多年的孙川却反而觉得 这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若是如沈罪所说 参与了这件事情的特务非常多 那又如何能够确定张敬福是那个主谋呢 他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被推出来挡枪的棋子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孙川看到了新的希望 如果当年那些参与杀害杨虎城事件的特务 还有人在世 并且留在大陆的话 那么他们就是此案最关键的证人 沈罪对孙川说 他所知道的 一共有14个特务参与了此事 张敬福是其中之一 张敬福是已经死了 至于剩下的13个人是否还活着 住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 但这已经让孙川非常振奋 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活着 他就有信心查出当年的真相 于是 孙川抱着极大的决心 用三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天南海北 终于 从当年那些特务口中 拼凑出了一段被遗忘的真相 而让沈罪震惊的是 原来 他对当年的事情的确存在误解 张敬福并非凶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毛仁凤决决心杀害杨虎成之后 就把目光放到了张敬福的身上 张敬福当时虽然有个军统特务的身份 但其实 他并不接近军统的核心圈层 只是个边缘人物 张敬福为人比较善良 对杨虎成一家的遭遇很是同情 所以 相处这些时间以来 他一直对杨虎成一家颇为照顾 后来 杨虎成的夫人在监禁期间不幸身亡 张敬福于心不忍 便帮助杨虎成操办了后事 因为这件事情 军统认为 张敬福和杨虎成走得太近 有传递消息的嫌疑 于是免除了他的职务 还将他关押起来 正因如此 杨虎成愈发地信赖张敬福 不过张敬福被关押没多久 毛仁凤就找到了他 毛仁凤对他说 只要他能想出办法 把杨虎成骗到重庆去 立刻给他官复原职 张敬福还有养家的重担 所以面对毛仁凤的承诺 张敬福一下子昏了头 他并不知道毛仁凤 骗杨虎成到重庆 是要杀害他 所以便兴冲冲地找到杨虎成 将自己的目的拒势已告 杨虎成处于帮助朋友的心理 所以最终下定决心 从贵阳前往重庆 杨虎成也没有料到 军统会突然对自己下杀手 10月10日 毛仁凤召开了奖赏会 给张敬福等人发了赏钱 但是孙川在调查过程中 却意外发现 这些特务所领到的赏金 其实非常微薄 张敬福也不过拿到几个银元 如果他是杀害杨虎成的 主要谋划者 那这些赏金就显得太过寒酸了 沈罪得知这个消息 大胆胡疑 因为他明明记得 张敬福当时领走了几千银元 还有七根金条 怎么最后只变成几块银元了 而在之后的资料中 孙川才明白为什么金钱的数目会出现偏差 张敬福当时去领的 并不仅仅是自己以及那些特务的赏钱 还有一部分是云南特务战所的活动经费 这些经费才是大头 回去之后 张敬福立刻就把自己领取的经费上 交了毛仁凤 所以说 在杨虎成这个事件里 张敬福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利益 在长期的调查中 孙川找到了一个名叫杨进兴的特务口供 这个人的的确确参与过杀害杨虎成的行动 但是在他的口供之中 并没有出现一个叫做张敬福的人 杨进兴这个人可是出了名的穷凶极恶 甚至在建国之后 他还隐姓埋名 潜逃多年 直到1955年才被缉拿归案 这样一个人 为了脱罪 肯定是把自己能想到的同伙都招供了出来 即便这样 他供述的名单里 还是没有张敬福的名字 那就说明张敬福在杀害杨虎成这个事件里 所扮演的角色 并不是沈罪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而且沈罪根据当年的名单认为 参与杀害杨虎成的特务是14个 实际上 这14个特务很有可能只是看守杨虎成的名单 而实际参与了杀害行动的 是杨进兴口中所说的6个人 孙川认为杨进兴的口供 是更加有力的证据 因为杨进兴是亲历者 而沈罪当年只是旁观者 虽然沈罪对于张敬福的控诉也绝非诬告 但是由于当年认知不全 导致张敬福的实际罪行被夸大了 而且当年的审判过程并没有那么合乎标准 在张敬福承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杨虎成事件之后 法院便给他判了死刑 但事实上 从张敬福的角度而言 他虽参与的这件事情 却并非他的行为导致了杨虎成的死亡 从头到尾 他都是一个被指使的角色 以张敬福的实际罪名来看 他是绝对罪不知死的 所以当年的事情 的确是冤枉了他 在调查清楚一切之后 孙川将所有的证据交给了云南省人民法院 希望法院能够重新审理当年的案件 1989年 法院终于决定撤销当年对于张敬福的死刑诉讼 还给了张敬福清白 得知这个消息 曾庆云喜极而弃 他们一家人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这么多年 曾庆云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 不是那样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但是摆在明面上的罪行 让他也不由得怀疑 难道是自己看错了丈夫吗 好在 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张敬福终于恢复了名誉 而他的家人们也可以摆脱困扰 恢复平静的日子 孙川始终无法忘记这件特殊的案子 一切案件 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坚持不懈 追寻真相 才是真正要做的